这是幼丸 这边是煮的馄饨 大家好 我是姐姐 我现在所出的位置是激走去东凤路上 咱们去打卡一架早点铺 走起 激动馄饨王 看一下他架的薑木表 这边煮的是馄饨 旁边煮的是幼丸 姐姐 我来一碗馄饨 然后加三块钱的丸子 然后再来一份豆皮 这边卷果子卷鸡蛋 15一个 15一个 付好了姐姐 哎谢谢啊 这是茶鸡蛋是吧姐姐 哦 这豆片就是丧子豆片是吧 哦好谢谢啊 小伙伴们我点了一碗馄饨夹肉丸 夹了三块钱的肉丸 馄饨的是八块 还点了一份豆片夹果子夹茶鸡蛋 这一份是四块 半羊白菜是免费的 吃多少撑多少别浪费 咱们先来和我烫尝尝啊 烫的味道还可以 鲜种微味带点小灰甜 要下皮的味道呢重一些 然后就是这个香菜的味道 一点点这个香油的香味 看这馄饨 小伙伴跟我说他们家的肉丸呢 比馄饨好吃 咱们来尝尝味道如何 首先来说这确实是馄饨哎一抹馅馅 馅并不度 然后这皮厚一点 然后吃起来呢还可以 就是稍微鲜了一些 看这肉丸 尝尝啊 嗯 这油丸呢没有馄饨鲜 还有酱味重一些 其实还挺像的 先让我们尝尝这豆皮捲果子 还有插底蛋 这豆皮叫丧子豆皮 也为产至天津季州区丧子珍 厌此而得名丧子豆皮 嗯 这豆皮呢有点鲜蛋口 无向口味的 这丧子豆皮啊 不仅可以拌菜 还可以炒菜 还可以卷果子呀 插鸡蛋呀 蔬菜呀 等等等等 这丧子豆皮呢 我感觉就是类似于豆皮 吃起来口感呢 就比豆皮少微薄一些 韧一些 卷着果子还有插底蛋吃 味道挺像的 看看这羊白菜 这拌羊白菜挺一般的 当然是免费的 还要骂这种事 您的觉得他家味道如何呢 如果您的喜欢我的视频 留言点赞 手上传发 爱你哟 棒棒的